再太多 所以我不愿意让网评一组 冠上不孕生的这个名字 可是真的是年纪越大的话 绝对是 我们可以从卵巢工人 卵巢工人从青春期开始准备要受孕 其实全世界统计我们都知道 15岁开始就可以准备受孕 25岁是最适合生孩子的时候 可是现在25岁生孩子的人 还真的是蛮少的 对 就觉得哇 好早生喔 台湾平均的第一胎现在是30岁 对 30岁了 那卵巢工人在35岁以后 会有一个明显的衰退 我们所有统计告诉我们 35岁以后 你的受孕率跟35岁以前下降三成 第二个关卡是42岁 42岁更糟 因为在我们定义 它就是非常老化的卵子了 所以晚婚或者晚生育 其实最重要是跟卵子品质有关 那如果说第一胎是30岁左右 第二胎42岁的话 那OK吗 也要有这个性质 通常我也生过42 44岁了 那个都是要做一时意外存出来 那我们其实在不孕症 或生育 很多人会觉得我高龄很危险 其实我们最在意的是高龄出产 如果你30岁以前生过一个 你到35岁37岁生第二个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工厂已经乱过一次 对对对 你已经适应过就不用担心 所以是出产 第一胎的这个问题 最好是早一点 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女性的卵巢子宫疏软管的功能问题 好请导播给我们下一张 好我们看看这个卵巢子宫的问题这个部分 也请陈医师跟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个小朋友要产生出来工厂还有动线就很重要 第一个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卵子的品质也够好 年龄见真真的是比较差一点 但是即使年轻也有一些问题 有人软很多材料很多那排不出来 所以有排卵功能不好 那排卵功能现在很容易克服 因为有很好的排卵试剂 刺激刺激它就排出来 但是第二个动线就来了 你排出来要透过疏软管排到子宫 所以你疏软管万一某些因素塞住了 黏住了 最常见就是内膜异胃症 它可能产生一些发炎沾黏 或者是骨盆症发炎 它就可能不太通 完全不通还是好事 完全不通因为反正过不去 你就不孕症就来找我们 自然有协助你的方法 怕是要通不通 它路很窄 那一旦受孕可能就卡在中间 就变疏软管外孕了 那第二个你到这里来咯 你到这边 能送到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精子跟卵子结合了 到这边还有一个着床的问题 你床要躺得舒服 所以子宫如果形状太怪 床太薄 我们叫内膜太薄 其实它也桌床不稳定 形状太怪 你有遇过什么很怪的形状吗 子宫 其实大家了解 子宫看起来长这样子 其实它在胚胎发炎血 它是两条像油条管一样 凑在一起 所以如果凑在一起的时候 中间的隔间 这中间隔间理论上要消除 如果没有消除 我们叫做中隔子宫 也就是说你房间多了一个梁柱 你这个床就不太好躺 甚至于有的人子宫完全没有分开 就双子宫 它有两个子宫 那房间就小了一点点 它容易早产跟流产 所以一个是着床跟房间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像这边写的免疫力的问题 有人他其实有所谓的 对胚胎本身有一些抗体 他会去攻击这个胚胎 所以这个胚胎很可能 即使可以受孕 可以着床 但是在六周八周左右 他会受到妈妈本身抗体的攻击 这宝宝就长不大了 再来是内膜抑胃症 内膜抑胃症影响范围就很大 很多人觉得内膜抑胃症只是巧克力囊种 不然内膜抑胃症它会攻击整个腹膜里面 第一个 你万一巧克力囊种 这个里面的组织液会攻击胚胎 它对胚胎有毒性 所以就算你什么都好好 它也是被毒杀掉了 第二个 我们刚刚讲疏软管的阻塞 第三个 其实整个子宫可能都变大变硬了 叫做极限症 这都有影响 还有内膜抑胃症一个很大的困扰 其实我们领床上看到越来越多 因为它会造成不舒服 所以它会造成性胶的疼痛 你同行都没办法 第一步都没办法完成的时候 你后面就不用讲 所以我们看到